武汉范园疫情重创观光业 交通部编列了5亿元预算 协助观光从业人员转型 不过有学员参加了台中国际观光发展协会 在饭店所举行的课程 却提报每个人要收80元的餐费补助 但却只有提供炒面还有结块的米粉汤 让学员质疑 饭店跟协会A政府的补助金A很大 不过饭店也回应说 因为是以饭店的食材还有标准来做的 加上人力等等 本来成本就要比一般的便当店还要来得高 但是也会根据学员的反应 进行餐点上的调整 结块的米粉汤 甚至是只看得到肉燥和面的炒面 还有卤肉饭配笋干豆腐 是新极饭店提供的午餐 让陈先生好傻眼 同事旅游业的他到饭店去 参加交通部观光局 补助的转型培训课程 但饭店提供的午餐 让他相当不满意 只上了一天课就不去了 很快连熟都没熟 讲难听的这不是人吃的啦 肺炎疫情重创观光业 交通部编列五亿元预算 每期课程共五天四十小时 每家公司最多可派正职员工 上一百二十小时的课 政府每小时补助一百五十八元 总共补助一万八千九百六十元 另外还补助每人八十元的午餐费用 由主办单位运用公餐 不过这样的餐点也让陈先生质疑 他竟然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炒面 这样他端得出来 这个状态太大了 真的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餐点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饭店 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饭店 准备的餐食 饭店公开制作午餐的过程 在补助的八十元预算内 以饭店的食材标准来做 加上空调人员送餐收餐等等 成本比一般的便当店还要高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还不错的 基本上我们是来上课的 吃的来讲基本上也很满足 OK啦没问题 饭店表示会根据学员反映 进行餐点调整 不过菜色如何 没有统一标准 全得凭个人口味 记者言六于梁志祥台中采访报导 之外 也优优 Norway 这下课 什么 一